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李杰茜 失败 你 大木头 大木头 你没事吧 好 大木头 大木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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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大人 你告诉我 我不是仙族 也不是岳父 那我到底是什么呀 西兰商业 又来大件事 小莱花 小莱花 一军飞我 大木头 东方青苍已穷途末路 杀 不要 小莱花 小莱花 住手 长恒仙君 你历劫成功了 战神长恒 既以历劫归位 诛灭东方青苍 势在必行 我看谁敢动他 我看谁敢动他 兰花仙子是仙族同胞 并非是元天叛徒 你们谁要是伤害他 就是和我长恒为敌 我看谁 既然有战神做宝 想来此事 却有误会 罢了 诛灭东方青苍之后 小莱花 自可安然无恙地 回到水云天 小莱花 跟我回家 回家 虽然离开水云天 没多久 可四明殿的生活 好像已经是几千年 几万年之前的事了 我真的 做梦都想回家 我想念四明殿的 花花草草 三声鼓鼓地唠叨 那一仙子的吵闹 我一直以为 我可以平平静静地在玉京 从一个小仙女 变成老仙女 跟我回去 一切都不会变的 只要你回水云天 不管你回私命殿 还是来永泉宫 我都议你 我保证 整个水云天 不会有人在欺负你 对不起 长恨仙君 请来话 冥晚不灵 杀 冥晚不灵 手足之情 对你一人在人 你却与东方清仓和水云天叛 碰陷一切 公然叛乱 实在是罪不可恕 部分 都是你 冥晚不瘦 长衡 你想反吗 长衡从前敬重凶军 几万年来恪守天规 为凶军马首是瞻 可历解人世间这一劫 长衡明白了很多 只是今日长衡才明白 在凶军眼中 沐身权权爱子之心是怯怨 长衡挂念钟情之人是踏错 世间种种真情 在凶军眼中不过是愚昧和不堪 若这荒谬之事便是天规 长衡反溜如何 罪先朝衡 公然叹乱 与阅族同罪 若有剑者 杀不胜 杀不胜 不要胖下我一个人 杀不胜 杀不胜 你醒了 你你终于醒了 遇见你是我最难免的心 你都吓死我了 你是梦时空 允足没事 别哭了 我不是空 我这是可惜 如果终究会变你 我情爱是你 你可不可我去给你弄点水 你 已经没事了 你还不知道吧 我的血竟然可以起死回生 还说来也奇怪 为何我的血会有此奇效 你还要心思像这些 以后不许取写救人 包括本座也不行 听见没有 伤得这么重 你还有力气生气 我是自己愿意这么做的 一点也不疼 真的 为什么要求我 你不是一直想回家吗 反正 反正也回不去了呀 你救了我才是真的回不去了 到底为什么 先不说这个了 你饿了吧 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因为 因为我 我 也 你 你 再 我 你 拿你 有事 我 你 我 你 你 追上 追上 走 还不想跳河 你来做什么 自然是带走小兰花 只管试试 若敢走 别会不客气 停 你们能不能先把剑放下 带走小兰花之前 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说 这样的残缺元神 我好像在海誓画魂须见过 本座明明已经毁了画魂天 为何他们还是回不到望川 这些逝者生前惨遭折磨 致使元神残缺迷失 不能回归归须之间 只能在望川终日徘徊 不能安息 我岳族子民岂容如此折辱 我先祖将士应魂 赢得到死后的安宁 我有一个办法 可以安抚净化这些元神 我先祖将士 石灵昌 我师父跟我说过 这是上古时期 第一任西山神女谱写的曲子 有疗愈生灵 进化元神之能 东军和爷女 曾共同合奏 祭祀天地 但是千万年来 虽然这本曲子流传三界 却没有人可以驾驭得了他 我知道了 你是岳族最高的至尊 你是仙界战神 你们两个是两族里面法力最强的人 若你们两个可以联手 一定可以驾驭得了他 正用此意 岳尊 岳尊意下如何 他答应 他当然答应 这个事情 又不是长恨先军一个人的事 岳尊男人这么好 一定不会弃岳祖子弟不顾的 对不对 这些还能 blunt 与自己的那边 跟我们是余是余是余的 愿是余是余的 咱们是余的 我们是余的 仇佛 奇是余的 有曙花求求求求 还有是余之余的 本座远了 琴璞 graveyard 等一下等一下 你们两个练了这么久 应该累了吧 喝口水休息一下 是 汴秦英可知心神 先君方才地弹奏 秦英须服无力 正如水云天那些伪君子般 仰尊处优已久 不堪大用 见真张实 不堪一击 岳尊此言差矣 石灵超乃辽狱祭祀之曲 岳尊秦音杂乱无章 野蛮粗笔 而席岳如练兵 不可操之过切 若急于冒进 定会停滞不前 这两人哪是恋情啊 分明是借情谈兵 二位不要这么严肃嘛 之前不都已经做了朋友吗 还在路程结拜了兄弟 人间知识其能作数